大家好 今天是1月6日 星期四 我想大家都關心疫情多過財經 但其實財經也是被疫情影響 今早我特意去了街市 去找那些通常行過聊聊天 有些老闆是很埋怨的 當然我是領展街市 所以影響相對輕微 但你看到那些餐廳和酒樓 譬如庫林那些 基本上你看到他們開始擺陣 因為明晚六點至早上九點沒有堂食 其他那些就死定了 基本上你說美容 做美容 做卡拉OK 戲院 那些收皮 那些直接收皮 即是不用聊天 即是你不用上班 然後沒有薪水便可以 其實 那你看看 其實今天那個卡拉OK 那一段是我昨天打的 那我昨天打的時候是未出現的 那你看看今早 那些細價股 射到媽媽都不認得 它本來是豪子 那豪子是變仙的 變了五仙那些 九成半 通常這些細價股社 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那些 即是微信類 它就叫你去接 然後它就扔出來 另外一個當然是 這一類股的 都是貨源歸邊 但問題就是你扔出來 你有人接 那才股價會下跌 有可能是大股東接都不出奇 因為如果大股東不接的話 它還跌得厲害 不過它現在也跌得很厲害 即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這樣抗發疫 待會我們進去那裡再說 大家看到疫情 現在是第五波 不過我就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個 只要香港今次的O型病毒 是沒有爆發的話 其實是幫了香港的 但是死了做飲食 美容 即是那類的娛樂場所 但其實是幫了香港的 因為你看到 國內的疫情 根本上已經是爆炸了 但問題就是 它採取清零 美國佬就說你扔街 他還說要加息一點 即是美國昨晚跌 和港股跌是兩件事 兩件事來的 一會我們進去會說 所以你看到那些老散 那些老散沒有希望 基本上是收皮 坦白說 我是投資者 我都離開香港 即是我都離開你的港股 最少先離開你的港股 投資者是否離開香港 我不知道 但是港股一定離開 因為你這樣抗發疫 是不能玩的 不能搞的 大哥 猴子都給你 即是你現在你想想 你港股 你這個特區政府 你這種花式抗疫 哪有得玩的 對不對 如果帶市民 帶市民繞了一個大圈 又打針 又安心出行 又健康碼 又港康碼 然後原來一個O型病毒 在望月樓打個黑癡 搞定 那你之前做這麼多事有甚麼用 對不對 你之前2021年 由年頭 我們已經說到年尾 由年頭說到年尾 又打針 又健康碼 原來 只要有一個人 在望月樓打一個黑癡 搞定你 由頭去回20 不是去回2021 而去回2020年的措施 那你搞來做甚麼 沒有意思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看回那個Covering 慘了 那些酒樓的職工 剛剛 今個月底就是年三十萬 那就出一半糧 那你如果那個 即是他收緊的防疫措施 去到二月 二月都出一半糧 那你哪有得玩 他現在酒樓都不用說 就出一半糧 不用說 總之你一限聚令 一禁堂食 就出一半糧 那你如果好像以前 最瘋狂的時候 禁堂食的話 就炒了全部 沒有身價 沒有得玩的 對不對 我不想在這裏說政治 但問題就是你沒有問題 你的高官過了三十多萬 一個月 人家真的等錢過年 大哥 人家等錢過年 你酒樓都還有一半 有一半人工 你那些做美容院 做卡拉OK 基本上都沒有身價 基本上 坦白說 你這次香港是 無法回家 香港這次 你給他疫情過後 無法回家 很多人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基本上 他都虧到見底 虧到連那條底褲都當成了 那哪有得虧 哪有得虧得這麼多 好 無論如何都要說少少美股 我會和大家短短地說說Apple 因為Apple是創新高的 我們就持有Apple 當然不是這兩天 就是這兩天之前 它是創新高的 都會和大家 因為上個月的 YouTube投資筆記 上個月頭 我們已經說了Apple的業績 今天也和大家花一點蝙蝠講 因為始終都要說少少少業績 鑽石九都下跌 但主要是因為美股那邊 198% 美銀反圍下跌得多些 兩天下跌了7% 去到85% 昨晚我已經放了 六月份第二期下去網誌 大家請回YouTube下面的連結去看 如果大家想訂閱 一月份的環球投資日誌 和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付費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封面 但這段不是我今天寫的 這段的項目就是我作日寫的 我都想不到 原來今天那些世價股都走了 基本上 不玩的了 人家拿錢走 真是的 寧願拿錢走 怎麼玩呢 你抗疫兩年 正確就是兩年 一月二十三日沒有爆 2020年 現在還有十多天 二十多天 你又走回這個 你又玩回這一套 即是沒有分別 我也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看到這個 明晚就是禁晚市堂食 兩個星期 那麼五十組酒席 就改期 一定改期 其實改期 即是沒有 改期即是沒有 你還有沒有第二個農曆年 沒有 對不對 你不會有第二個農曆年 改期即是沒有 食肆員工過年前 無奈減薪一半 那麼我今早去走過的酒樓 看到酒樓和餐廳 你見到已經變神了 基本上 所以我買麥當勞很厲害 因為麥當勞贏你 他還加了一雞 全部冷餐加一雞 即是我們計算過 平均大約加8-9% 所以麥當勞是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怕你 不怕你精 不怕你呃 你一定會買的 對不對 他本身 take away 性都沒有分別 但是這一堆就慘了 那麼酒樓全部取消 六點後沒有堂食 六點其實到凌晨是沒有用的 主要是六點到晚上11點而已 但是問題就是那一班 譬如說 做美容 機店 卡拉OK 戲院 那些全部不用玩 那些就沒有新價 不說的了 其實現在全部是沒有新價 沒有開工 你過了一年之後 會不會收皮呢 會的 如果他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是臨床的話 人家和他年後 不玩的了 那你哪裡可以搞的 你沒得搞的 對吧 現在就差不多是下午的1點鐘 那麼就未見到有些新的確診數字 那麼但是 基本上應該是全部 就幾十個地方要強劍 都沒有找到 就是 陽性個案 那麼暫時是好些 你看到那個爆發的可能性 沒有那麼高 但是要看多兩天才知道 那麼恒指呢 就今天跌了八十幾點 就守不了兩萬三的了 守不了兩萬三 那麼鑽石狗都跌了 那麼沒有辦法 主要是因為美股跌 和港股的關係不大 那麼創科跌了 創科因為是美國 是吧 那麼大家其實看回現在鑽石狗 基本上 現在你如果將創科的 差不多六十萬 放進去 基本上 現在是三分二的 都是美股來的 所以美股影響我們是最大的 那麼美銀就 就是大家知道 美國就快上化下的 他一向都是這樣 就是他賺就賺得快 仆賺就仆賺得快 那麼你看到他就很快 但是我們都不理他了 我們主要都是拿著 暫時來說 沒有想著改這個組合 暫時來說 沒有想著改 那麼就一定要講疫情 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講財經 大家都沒有什麼心機 那麼美國的CDC 就已經可以給 十二至十五歲的 青少年打那個 增加了 法國就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法國現在的病毒 那種病毒 就叫做 H.I.U. 好像叫做 新的病毒 對這隻新的病毒 所知不多 但是法國的確診是很厲害的 那麼他單日是破33萬 你看到美國就已經沒有再說了 因為美國之前的106萬 就是accumulate 那幾天假期 那麼可能已經是回落到 只有十多二十萬 都是多了 其實是 反為法國那邊 歐洲那邊 比較麻煩 這隻病毒 暫時不清楚 不知道它是什麼 要多些資料才知道 那就是說 現在的威脅 就不只是O型病毒 現在在美國 就等到那個數據出來 那麼如果數據是輕症居多 或者是 對比於Delta 或者是最早期的時候 輕症再多的話 他就當你流感不理你 他就不加 即是他就不會再收緊那個防疫措施 剛剛跟香港相反 香港一看到那個O型病毒 更慘 那麼就全部收緊了 但是現在香港 是未知道 他現在說確診的大概有 幾十個人 好像是十八個 確診的是 那麼現在究竟十八個人裡面 重症的是多少呢 打了針沒有 打了針多久呢 那麼現在 有些已經 整個星期了 是不是 因為有些是 二十七號爆發的 他是 十月二十七號 即是聖誕假期的時候 這樣的話 現在的狀況 就怎樣整個星期了 那麼是不是重症 是不是輕症 那麼全部都沒有說 為甚麼 為甚麼說 香港今次 只要今次的O型病毒 是不爆發的 阻礙這個和國內的通關 其實對香港是好事 但是又死了那些 就是 飲食業 酒樓 餐廳 還有那些娛樂場所 因為大家看看 現在就不只是西安 你看到這個是昨天的 昨晚的 那麼 河南瑜伽全市居民禁外出 鄭州超過一千萬人要核酸檢測 那就是說很嚴重 如果不是都沒有 又一個一千萬人 是吧 那麼你一通 跟香港一定死的 其實基本上 所以其實這個O型病毒 可以說救了香港 大部分的人 它只要不爆發就可以了 只要那些全部是輕症 但是就死了那些餐廳 娛樂場所那些 那些 這個我們再說過了 禁英美八國國家人事來港兩周 這些大家知道了 跟大家說過了 那麼這就是最新的防疫措施 明天 明天 1月7日就生效了 那麼 這些就沒有了 就是你看到那些健康 遊樂場所 迪士尼 這個海洋公園 那些派對 room 派對 卡拉OK 那些體育那些不去霸奏 就是打球 就改造跑步 泳池改造跑步 是吧 活動場所都沒有問題 麻雀天狗那些都還好 你不打麻雀就不用死 對不對 麻雀那些 他們一向都很有錢 但是美容按摩 匯所 酒店 卡拉OK 這些機店 基本上都玩完了 醫院院院社又暫停探望 估計以林鄭過去的措施的延續性來說 應該農曆年前都開不了 我估計 農曆年前都開不了 即是說 在年三十萬 我希望他能夠開得到 我希望他能夠開得到 但是以他過往的這一類措施來說 很少兩個星期搞定 他要零 他要零很久才能搞定 現在的問題是 我去問了一些老闆 老闆其實屌什麼呢 他就屌一件事 就是說 底屌的 你那個抗疫措施 要是 你就很緊 沒有問題 要是你就很鬆 好像美國那樣 對不對 他現在你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其實 我也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為什麼那些機組人員 很多 這些是我今早上去的市民說的 為什麼你的機組人員 又可以免檢呢 自己家裡呢 你吵架這個國泰有什麼用 你應該吵架自己 對不對 對不對 即是你若是美國那樣 就當你流感 當你長歌 這樣沒有問題 好了 但問題就是 你一有事的時候 就發瘋 這樣 那你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可以有免檢呢 我去年說過很多次 你有這麼多抗疫措施 你那個防疫措施是搞不到的 大家記得 就是老董船員那次 又是抗疫措施 你現在這個又是抗疫措施 你一是抗疫措施 你一是抗疫措施 就整個好像美國那樣 我就與病毒共存 fine 那沒問題 你說如果最好嚴的 好嚴的話 你就不可以 一定要隔離 他做不做這份工 你不要理他 那你夜夜行到一半 然後漏洞 但是問題是 你又不用埋單 那現在市民已經埋單 那些市民已經埋了很多單 已經是 沒有賺錢 其實現在很多 過年 他如果這個措施 搞到年尾 我相信過年 全是倒閉潮 全部是倒閉潮 全部人是走的 哪裏還敢投資 喂大哥 玩兩年 你玩多兩年 我豈不是混蛋 我怎麼知道你玩多久 是 大家看看一件事 他說如果 去到79宗本地感染 就當是本地爆疫 現在暫時是18宗 我也不想 其實我也不想 因為這樣 坦白說 對很多人的生計 是很大影響 是很大影響 特別是過年 和我今天去問的差不多 那些超市 有沒有人買東西呢 不多 我去過衛康 不多 其實很多當主 特別是現在的政府街市 生意已經大受影響 你叫他再入貨 不會 不會的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沒有就早點關門 就是這樣 好 慘了 你看到這間就是倫敦 倫敦我也喝過很多次 在旺角 他說 取消了 這個是昨日的 昨日就取消了十圍八圍 沒有四百萬 應該是不止的 應該是不止的 基本上全部取消 你六點後 六點後一定會取消 那些取消了 不會遲些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大家看看這個 不說的了 這個預言其實是很嚴重的 基本上 中間有 五月幾 去年五月幾 差不多就沒有疫情了 他也安樂了四五個月 你又來 那他已經不用再諮詢 不用再問了 就是不用再諮詢 不用再問了 所有員工過年前 減薪一半 不用再問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搞 現在是連關了 是吧 現在連關就減了一半 如果疫情 如果措施再下 你二月的薪金又減了一半 那你減什麼 是啊 他有就業 你說得對 他現在說失業率3.5% 對 但是他只有一半工 他有就業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值得那一半去哪裡 又去做這個送餐 是吧 去麥當勞 走去惠康 不是的 沒有人請 剛剛 那大家看到這個 醉福樓 他說他昨晚睡不著 大家看到右下角 這個Simon 王俊龍 他說睡不著 起床看日出 想了一晚 他也想不明白 公司 就是說 港府的政策 可不可以鼓勵公司企業做好防疫呢 所有人打了針 差不多很多伙計 反了面 很多不做的了 你逼我打針 好了 做了這麼多事情 花了這麼多錢 做這麼多事情 很多同事又換了一些氣泵 換成整間 整間聚福樓那些 搞了一大堆事情 辛苦上去 一出事 又收皮 那搞這麼多做什麼 對吧 對 對 他沒有錯的 你叫我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對吧 他不懂 他不是專家 你叫我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但是惹我跟著你 那現在一出事 有幾個個案子 我又糊了 那誰可以搞 不能搞 喂 你沒有問題 你出政府糧 對不對 你那些官 或者政府工 有什麼所謂 總之我紅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 別人不行 我跟著你做 我紅得連屁股都紅了 現在連飯店都紅了 但是問題 我也是要收皮 那沒得搞 對吧 公司虧大本 伙計沒有公開 市民沒得吃 這些民生問題 還有兩三星期過年 那怎麼辦呢 當然 有些會彈起來 其實HKTVMORE 不知道什麼 是科技 那股價還不好 但是 你看到他一說收緊 那些股價就彈了 但是那些周大幅 或者是六幅 那些股價又下跌 這是今天早上的 我昨天寫的時候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很多世價股就洗倉 進入了先班 即是變先股 本來它是豪子 豪子是變先 即是沒有九成 基本上 華盛卸了九成 這些 我想我的讀者 基本上不會買 但是很多人都會拿少許 幾千元就只剩幾九歲 哈哈 大家看到華盛國際 這些Benzun 那些首都 那些基本上 九成九成這樣 射下來 沒有的 你持有這些 風險很高 大家最好 就不要再持有這些股票 是吧 最主要 昨天的美股下跌 就不關病毒事 即是暫時 昨天的美股下跌 是不關病毒事 是因為聯儲局 就說會 加快的縮表 我覺得 納指已經是 有少少 就是 納指 因為納指 跌了3% 道指就跌1% 根據去年來說 其實納指 比最高位 已經跌了差不多8% 差不多8% 我覺得 它不會再 射得很厲害 Powell就說 因為高通漲 所以它有機會 三月就開始加息 股市一定跌 債息一定會升 股市一定會跌 這次當然要說 關於這隻雙湯 曾教授就說 用股價向美國示威 大家知道 雙湯是制裁了 為什麼美國制裁它呢 原因是 怕它買了一些東西 之後 賣給中芯國際 你看到股價 大約是升了 一倍左右 市值很厲害 我計算過 比四大地產商強 三千億 最高去過 三千億的成家 雙湯上市 你看到它 去年的年頭 是推廣科技股 你看到現在科技股 都死了 它整個市場推不起來 怎麼呢 推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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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常這些 貨源都歸邊 它好像是 是不是W來的 我也非要查 即是同股不同權 應該是 你看到 就估到差不多流鼻血 估到它 估到它 估到市值 是比搶實 新同基 那些 曾經 現在這幾天 跌回了 今天收到六個七號幾 上市是三個九號八 最高的市值 八個幾 就升了一倍 市值 現在是二千一百幾億 左右 二千一百幾億 最高的市值 曾經去過三千億市值 大家看到 三個八號半 即是它 招股的下限 是三個八號半 但問題是 究竟這隻貨源是做甚麼 我有看過 它流通的股 其實只有130多億 130多億 即市面上流通 即是大部分 它的股價踏上去的錢 都不是市面上流通 我們所說的 就叫做貨源歸變 貨源歸變 即是大股東 只需要出很少錢 因為它全都 它全都 它全都拿了九成多 如果這樣算 它已經拿了九成多 這樣的話 它給很少錢 它給很少錢 其實就可以 將股價值得很高 這叫做貨源歸變 這個問題 大家進去看看 我都看了一些 你基本上 是不知道它做甚麼 你只知道 它之前是一個港企 這間人工智能公司 是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成立的 多媒體實驗室 是這樣 接著將它產業化 它曾經涉獵的業務 有AI face recognition AI和技術 那是甚麼 不知道 而上海做生產之後 中國就佔了 在中國 佔了四成份額 但它是做甚麼呢 它賺錢虧錢 不知道 所以你問我 你如果拿著 我覺得最好 著方 因為你看到它3% 它要頂一個市場 當然是很難 因為頂一個市場 港股很大 以及全部是外資 但頂一隻 其實應該頂到 但問題是 它會不會頂到 就是當這塊錢 一拔出來 股價便打回軟盈 但它能否支撐得到 可能支撐得到 因為銀碼不大 它只支持一隻股票 那你自己看 但我暫時看不到 有基本因素 坦白說 你現在的問題 就像快售一樣 大家看到螢光幕 你看看快售 65元而已 快售最高的時候 多少錢 大家看看 52周高點 417元 所以我們老早都說 這一類的股票 如果你熟悉A股 它不會回頭 它就找 即是當那隻股票 全部飆上去 對了 你們全部割了九菜之後 它就會找一個第二隻出來 再割你 再割你九菜 原先那隻 你搜不到 你不像美國的麥當勞 或者奧都松 那一類的公司 你搜下去 它可以搜上去 譬如你看 Aquiness 這一類的公司 很多 你可以搜下去 搜得上 但 中國那些不是 基本上 你無法搜 基本上 它跟著 就不會再 給大家看第二個 查理 查理 再增持 阿里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它增持 其實它增持不多 只有三十多萬 但是你看到 阿里是沒有喜吃的 阿里今早 比較好 但阿里最高 是三百多 它跌了一百九十元 一百九十元 即是它跌了六成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查理去一直增設 但當然無法商量 很少錢 這裏在你講 但你看看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 就是好例子 當時在雷曼的時候 中國移動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但你看看過了這一段時間之後 你看看中間好像好一點 你看到現在都是沉底 不是 是無法上升的 那你說 不是 它派息 派接近七年息 那些錢是你的 它在股價裡派給你 派完之後 股價就一直跌 你看到股價了 你看到最長的 差不多二十年圖 2001年到現在 你看看一件事情 除了中間那一層 即是08年雷曼那一層上 你看看大部分時間都下跌 2015年跌 現在已經跌了六年了 已經是 2015年的時候 它還有一百一十幾元 你看看現在 四十九元 即是匯豐那樣 沒用 即是你買股票 不是 你不是收息 你是派給自己 你計算一下 將那個利息 將那個利息 股息 這麼多年加起來 再加起來這個價 你看看是否等於你買入那個價 其實差不多 那你就虧時間成本 對吧 那你買股票做甚麼 另外 大家也要小心 我之前也說過 現在國家 之前一直推出的新能源車 但是 2022年 已經是 2022年 國家對於新能源車的補貼 再減三成 也是補貼的最後一年 亦都是補貼的最後一年 即是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它能源車 國家 譬如小鵬 理想 這一堆 基本上它做這個節能車 都是在燒銀子 那它燒銀子 沒有問題 因為燒了國家的銀子 但如果你的補貼減 甚至今年是補貼的最後一年 它一旦沒有補貼的時候 它便要做甚麼呢 它便要推出那輛車 它首先要有車賣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有車賣之餘 它還要加價 否則便抵不了補貼 你想想一件事 有特斯拉 有比亞迪 那這群人是否真的贏得到呢 你有補貼你贏得到的 你沒有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它一定可以自力更生 你才可以買 如果你看回資產負債表裏面 大部分的錢 好像燃中芯一樣 都是補貼的 即是買國家 不如買國家債券 是不是 這個順帶一提 任志剛說 叫香港的金管局 盡快建立一個人民幣的股票平台 簡單說一句 香港跟他以前所說 可以用人民幣買賣股票 問題是 你在香港做人民幣股票平台 和國際化 我不知道有甚麼關係 因為根本上 已經沒有外國的配合在裏 已經沒有外國的配合在裏 如果人民幣可以買港股 我相信 連我們剩下的港股都會扔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人民幣怎麼來 你想想一件事 究竟是用人民幣定價 還是用港幣定價呢 如果人民幣跌了 那怎麼算呢 整個港股變成很複雜 整個港股 港股有兩塊成交 一塊成交就是人民幣 是港幣來的 一塊成交就是港幣來的 對不對 這樣就很麻煩 因為你的人民幣 將來的波動可能很大 對吧 港股就掛鉤而已 人民幣有波動 還有一件事 即使現在香港 說可以用人民幣買賣也好 這個跟國際化無關 最後是你可以用人民幣買 用港股計價的股票 即使你就可以國際化 別人就拿你的人民幣 那你就不拿別人的錢 那其實沒有意思 對吧 所以我覺得根本根本不知想做什麼 其實基本上 好 我們說說美股 這個蘋果前兩天創新高 不要計算這兩天 這兩天因為要加息 所以美股跌了 巴菲特賺1200億美金 我基本上所有組合都持有蘋果 所有組合都持有蘋果 我自己都持有蘋果 蘋果的股價逐創新高 最高上星期去過182美金 大家可以看到 最高是182美金 當然這兩天跌了 但也去過174美金 蘋果的股價過去五年升了五倍 過去的一年升了37% 因為我持有所以我知道 沒有什麼股息 只有0.5%股息 我們就用一點時間看看 剛剛推出的2021年 即是去年全年的業績 看這個很清楚 主要的銷售來源都是iPhone 即是2021年 iPhone佔銷售 差不多很多 六成 接近六成 iPhone佔六成 iPhone佔六成 這個Mac MacBook 我想是Mac和iMac 佔一成 銷售 iPad佔8% 然後穿戴色的 就佔11% 很多服務 即是服務 你用蘋果服務 和它維修 保養 成多 那些其實也多 原來 那些也差不多佔它收入的兩成 2021年對比疫情之前 即是2019年 那個年銷售是升了四成 40.5% 很厲害 即是蘋果 對比未有疫情之前的2019年 那個銷售是升了40% 我們看看它在哪一個地區的銷售情況 最多仍然是美國 即是它的大本營 接近一半 差不多四成半 歐洲就佔兩成多 兩成多 歐洲 兩成三 中國反圍的比重 你看到 你看到中國的比重是下降的 中國佔的比重 基本上是 不夠兩成 16-17% 日本當然少 日本就是幾個巴仙 大家看到二百四百二 即是佔八個巴仙 另外亞洲區佔六個巴仙 即是主要是美國 接著是歐洲 你看到它在中國佔的比例 是小了 小了 小了少少 我已經幫大家做了一個 summary 在下面的兩行 2021年的純利對比 2020年升了64.9% 很厲害 對比2019年升了七成 即是蘋果的銷售 基本上沒有什麼方緩 看看純利率 2019年21.3% 2020年20.9% 低了一點 因為有疫情 但2021年去年25.88% 所以你看到 蘋果的efficiency 是沒有低的 很好的 大佬 純利率差不多25% 差不多賣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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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過場 不要理會 這個 已經幫大家計算了 蘋果在2021年全年 純利比2020年升 64.9% 首投現金減了 就減了8% 算了 可售的股票 它有些 marketable security 也跌了 跌了47% 長債升了10% 幫大家計算了 每年它要還的本金和利息 大概是142億 大概 首投現金349億 全年順利是946億 即是說 它現在有的現金 應該是1290億 所以它每年還的錢應該是OK的 即是沒有問題 大家看到它的PE31 即是現在的PE31 但它全年順利是升了64.9% 我想蘋果已經不再是高科技股了 這麼多年 2006年到現在 2006年到現在 即是說 它不會說股價再升一倍 因為順利增長是大於PE那麼多 還有一件事就是 怎麼說呢 它也不會說 好像最早期 即是2006年到2010年那些時間 一直的PE是在一個很高的狀態 因為它已經變成一隻很穩陣 很多錢的股票 所以你說PE 即是它的股價 一百八十多元其實是值的 一百八十多元是值的 那你說會不會股價 升破200元呢 長遠有可能 但是短期內就未必 因為為什麼呢 它已經不是那些高科技股 即是它不會說PE突然去到60倍 如果它的PE去到60倍 那就厲害了 那就厲害了 已經是股價可能回了一倍 但是應該不會 但是它仍然是一隻很穩健的股票 為什麼呢 你看一件事 它最重要 現在你做Benchmark 無論是蘋果也好 對比蘋果 三叔 然後譬如小米 華為那些沒有了 其實它的Benchmark是最高的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你不知道 它的自家晶片是什麼 它現在就有M1 Pro 和M1 Max的系列 應該是在今年稍後時間 就會有M2的系列 你是不知道裡面那塊是什麼 那麼大家看到它現在這個 最新的New MacBook Pro 已經是去到10核心 基本上 10 core的CPU 那麼所以問題就是 它本身是一個 何謂一個封閉的系統 就是說 所有蘋果的東西 都跟蘋果互動 但是蘋果未必跟到你 譬如說Android那些互動 簡單說一句 蘋果會越來越有自己的生態圈 可能一件事 它的Apps不夠Android多 它的Apps或者其他東西 不能做得那麼好 但是它的機能來說 我這樣說 現在應該它是最厲害的 即現在所有手機 主要是手機 或者是iPad Pro 這些 應該的機能來說 它是最厲害的 未必是最便宜的 因為很多人 用慣了Android 哪一個程式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說機能Benchmark來說 應該是蘋果最厲害的 應該是蘋果最厲害的 所以大家看到 為什麼iPhone在大中華的銷售呢 它不只說 贏了這個 即是華為沒有了 它時隔六年之後 手機只是iPhone 13 上個月的銷售 在國內已經是267萬部 即是在11月的時候 已經是267萬部 其實10月份 蘋果在中國的iPhone 銷量還比增長46% 即是說 10月的銷量比9月 是增長了46% 為什麼呢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它的機能最厲害 因為它的機能最厲害 即是它不只說現在華為或中國 拿不到這個最新的晶片 甚至你根本就沒有可能 拿到蘋果自家製造的晶片 那就是這樣 那你問Samsung 它也不知道那塊是什麼 即是你研究那顆是什麼 可能別人已經去到 譬如你現在可以拆解到M1是什麼 那麼它已經行M2 所以我們說 這是一個封閉式的系統 你要用它的東西 你就只可以用蘋果產品 那只會越來越貴 你現在這樣看下去 就越來越貴 除非它去供第二個市場 譬如說印度 或者中國那些低階的市場 如果不是的話 你買靚機 就只有買蘋果 或者是Samsung 最高階的那些 最高階 譬如說你現在買個S7 Plus 那是6千多元的 那部平板要 6千多元的 那些是不便宜的 那你買一部iPhone 13 如果最高階的那些 那些的激數最大 過萬的 不要說是相接那些 相接那些是14000 所以問題就是 我覺得蘋果暫時來說 仍然是手機裡面 功能是領先的一個 功能仍然是領先的一個 那我們會繼續持有蘋果的股票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看到 昨日倒指 跌了1% 跌了1% NASDAB是跌得比較多 昨日的NASDAB是跌了3% 那你計算 從最高位 16200多 其實NASDAB跌了1200 那1200大約是8% 所以我覺得 NASDAB其實差不多 那個調整 它調整得比較速 因為之前它也有調整 去年年尾 它也有調整 所以我覺得其實差不多 可能再跌多些 短時間 這一轉可能就會 去到這個位置 差不多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看看港股開市了沒有 開了沒有什麼變 跌這個六十幾點 那就兩萬二千八百四十幾點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我們的網誌 Youtube投資筆記 一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我出了第一期 不過是剛剛一天左右 大家不用心急 你付了費 這兩天就會 訂完連結給大家 環球投資日志 也是剛剛出了第一期 一月份 我們會講 加拿大多倫多 證交所的母公司 TMX 跟著我們會講 都是一間加拿大公司 路透社 我想沒有人不認識 第三間 德國福士汽車 都是沒有人不認識 最後就是德國西門子公司 但如果不夠蝙蝠港 就可能會調去二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好 我們兩類型的節目 免費的有你現在聽的 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 跟著有我們的環球投資日志的網誌 和我們每逢周末的老友記 港股收息退休 Patreon 香港藍酒生活 這三個都是免費的 收費項目只有兩個 環球投資日志 PDF文字版 和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Youtube版 螢光幕有我們的收費細節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也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也可以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明天的地產小專家 再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小心抗疫 記住酒精湯手液 口罩 社交距離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